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在這跟大家插播一個廣告 這個廣告就是優兒英語拼音的教學之力 也在澳大上課 如果在8月2號留位 可以享有一個早料優惠 就減500元的學費 這個課程在2022年已經超過400名老師畢業 記得在8月2號之前報名就可以有一個優惠 他們就會在10月開班 長證的資訊我放在描述欄 大家有興趣可以看看 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 看一個數據 這個數據就是講講澳門的失業率 根據政府統計的普查局公佈 2023年3到5月總體失業率是2.8% 本地居民失業率是3.6% 同上一期2月到4月持平 就業不足率下跌了0.3%去到1.8% 而在澳門的勞動人口現在是有36.98萬 勞動力參與率67.5% 就業人數就是有35.93萬 本地居民就業就有28.12萬 對比上一期都是分別減少了1,400人同1,000人 如果你說按行業統計 建築業同批發就有零售就業的人數都減少 好啦博彩同博彩中介就有所增加 而失業人數澳門就是1.05萬人 同上一期差不多 找新工作的失業人口入面 以失業前從事建築同博彩 還有博彩中介佔得最多 就業不足人數就6,800人 對比上一期就減少了1,100人 其實個數據大致上都是這樣 你說要找工多數都是建築業 博彩博彩中介人這些 你說3.6%現在已經是站在這裏 因為上一期2到4月 現在3到5月是有一個時間在這裏 這個數字站在這裏 但其實現在找工是否更難呢 其實看回那個市面上 是有好多的店鋪是有做招聘的 但是那份工可不可以做得長呢 因為有分啦 有些可能是做兼職的 他做兼職的話 做兩做可能被人炒了 有些朋友是這樣 但普遍來說 有不少企業是有請多了少少人的 就是不知到年尾這個失業率 會不會再進一步下跌 另外還有一點 雖然是有事做 但是那個的收入是明顯有下跌了 因為之前同大家提過 那個起身點低了 你要他回回去以前那個水準那個狀況 要加多久人工才可以加得到呢 還有現在其實呢 這個就業方面呢 是有少少叫做輪轉的 怎樣為之輪轉呢 就是有些年紀那些呢 博企啊 或者大公司呢 就會跟他講 你提早退休啦 那你退休了之後呢 他們公司就可以請回些年輕的 填補回個空缺啦 那你這一類的人呢 不做事 那是叫做你自願退休啦 你不算是叫做失業人士來的 那跟著新進來那些呢 亦都是叫做令到失業率下降了 那這樣一來一回 其實個數據上的話呢 那我想大家自己用心去思考下 應該知道發生著什麼事的 那當然這部分的人呢 暫時就不算得上很多 但其實看回我們那個勞工比例啦 現在澳門呢 就業居民啊 28.12萬的 那我們的勞工呢 大概15萬多 約16萬個比例都是相當之高的 那再加上啦 7月份呢 應該啊 7月份開始 澳門來講呢 就業競爭會更加之厲害 為什麼呢 因為7月份開始 澳門呢 是會有一個人才計劃啦 那人才計劃 開放了之後呢 是會有很多新的澳門人 而且他是有某些技能 或者是所謂的人才過來 跟你一齊爭起做的 那這樣的情況之下呢 那我們一般原生的居民呢 向上流動機會會少了的 那但是這個都沒有辦法啦 因為始終這一個是地方政策啦 那可能這些人才不知道 他們可不可以幫到澳門發展 我們想要的產業啦 那另外還有個數據都要知道下的咯 那其實呢 那其實呢 在澳門做事 和住在澳門以外的澳門居民呢 和外地僱員呢 是有大約8.83萬人的加起來 那其實就已經看得到咯 基本上呢 勞工呢 至少是有一半呢 是會出大陸那裏住的 那其實這個數字呢 都沒有咯點變的咯 疫情前後呢 都是咯上下的數字 因為如果呢 在澳門賺錢再出大陸住呢 你的生活會過得非常之好咯 因為始終大陸的消費啊 或者各方面呢 甚至租金呢 都是比澳門要低好多的 好了那今集同大家看了一看 這個失業率就站定了在這裏 3.6% 那不知到年尾 這個失業率會不會再進一步下跌呢 希望人人都找到事做咯 好了那今集同大家看到這裏咯 大家有咯想講咯 下篇留個言咯 我們下集再見咯 拜拜